就分化得很厲害 你說恆大那些是有得性 我們常常說放在一邊 最好不關你什麼事 就是你還是繼續建議大家不要碰 我們不會建議真的插著腳下去 經常說這些殘忍的股份 總會有機會出現一些很明顯的技術反彈 不但怎樣引大家去買 所以你說恆大的問題就是 你很明顯這間公司要做重組 我就不知道信心在哪裡來 你覺得這個估值一定 最壞時刻過去 那個最壞時刻已過 怎樣可以確認呢 你都明知道它要重組 重組完之後可以重拾 好像以往估值向上收拾 我們看不到的可能性 純粹就是這個估計跌得殘 你要去博中會有機會彈的 但在整個長線表現上面 一定不理想的 你內訪長線表現不用想 這一刻只有6800 現在是09 123 你見到就是在過去一年 或者在三條紅線出台至今 跑完整個板塊的股份 你才有得倒閉 因為那些股份的共通點 剛剛說的這三個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市場很相信它們沒有表外負債 因為在內房市場去槓桿 那段時間 它們沒有積極拓展過內房市場上面 既然沒有積極拓展過 那何來又表外負債呢 近期出市那些 全部都是在內地去槓桿那段時間 設定了三條紅線的時候 反而就是積極還是買地 繼續不斷地推樓 合約銷售是很厲害的 如果你剛剛提及到那三間內房股 有一個共通點就是 在兩三年前 大家就笑 為何你的合約銷售增進這麼弱 所以那時候 股值向來都沒有特別大幅提升 但其實平穩有平穩好處 即是當去到今年的資金 肯去買價值股那段時間 這些平平淡淡 是很穩陣的那些內房股 在變相一定會有資金去追 所以你真的做投資部署上面 你只是想你對的 但你說去到那個層面 不要去到恆大這麼極端 你去到世貿集團 大家都知道今年還債高峰期 那些境內債或者境外債 全部做50至70元左右 即是你買債 他只要還錢可以有一倍至70%的利潤 給你這麼高利潤 你也知道有問題 所以這些不抵搏的 大行都計算了數 已經覺得世貿集團值五個多左右 當然大前提就是大行計算 大前提就是應該猜到它的境外負債 即是表外負債 如果還有陸續有利 那就無法衡量 不過應該那些東西就刮到七七八八 但現在我們最害怕就是 會不會有間公司刮到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融創那些又好像有這樣的狀況 雖然其他會彈不少上來 但你想想 這麼短時間內配過兩次股 其實你看到就是 上星期四突然升了八百多點之後 已經有不少內房企業 立即做一些動作 例如2007碧桂園 立即發了一些CB出來 當然不代表要大跌 但未來如果你說 支撐負債表質素沒有那麼漂亮 那些公司 不怕就要繼續抽稅 長線來說 不一定會跑贏很多 現在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之前在說的那件事情 就是可以運用一些預售資金 短線的風險就會降了穩 但中場線爆煲的機會 其實是更加之大的 所以我覺得內房板塊 整個板塊這樣去看 沒有意思的 這一刻如果你真的想投資的話 那就選一些688、109 這些會上的比較好 是 升了那麼多都繼續可以買 其實沒有分別的 升得多 然後繼續升下去 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長線的東西就是轉變 你找到一個轉捏點 你就開始改變了 即如果在這一刻 市場的目前消息上面 這些都是說中場線來說 會比較實違反的 股值油本身不是特別貴 你想想未來現在 在今年內地的房地產市場 這麼差的情況下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迫切式 需要買樓 有的選擇 你都選擇一間 穩健一點的房地產發展商 所以今年內房的銷售 等等各項業務狀況 應該會分化得很小 你選擇一些健康的 這個合情合理 即是你要接近一些 異線一點的 剛剛說的 好像融創 碧桂園那些 你就要對公司的還錢能力 很有信心 是 我真的不知道信心在哪裡 所以暫時 你想想一下 只是說LPL 真的省了0.1厘左右 真的覺得會完全幫到手 即是企業的問題 已經不是債息高期 息率高的問題 純粹真是過份槓桿 簡單一點說 欠信用卡 當你欠不到面兵的時候 你要回回0.1厘也沒有用 所以你先講短線 現在就是消息層 近期的氣氛好 就是內地的態度改變 但是是否改變態度之後 代表一天都光 每間都沒有線位 所以很個別性 所以我不敢說 整個內房板塊不行 但是如果你想想內房板塊 我都知道 688和109 即是那些 鑊見底那些 就不是你的投資取向 是嗎 就在前方 這個資取向 證的 火禧